-玥曦 -大家好,我是小伯 今天又來試玩新的手遊 這次要玩的是一個 我覺得是粵旅遊戲的公...斗手遊 它算不算是公斗? 我也不太覺得它是公斗 因為也是體驗劇情較多 這些遊戲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有看小白都知道小白很喜歡看衣服、衣服等 膚淺的女人是這樣的 咦?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主線大概是怎樣 其實因為小白已經玩過一下 他大概就是說我 我是主角 我爸爸被人冤枉了 搞到他含冤 我就被人扁了 我本來是大家龜兽 現在變了一條廢柴 然後我就找辦法入宮 想查出這個真相 然後入宮後就已經不斷有人對付我 然後我也很幸運 不斷有不同的英俊去解救我 就是享受這個成為劇中的主角的感覺 晚千寵愛集於一身 我們看看劇情 語音那裡可以選國語或粵語 那粵語就是很TVB 真的很TVB 你身體安好嗎? 都說的 多謝王爺關心 下神已無大愛 今後凡事都須本王同意再行動 不得善自作主 我覺得 不是很有感情 下官只是沒有想到 這個蔡女士竟然不斷有希望 女仔的配音比較好 我們嘗試播出國語的配音給大家聽 這場河背後定有靠山 也許就是另一名皇子 王爺 有不速之刻 是否需要屬下 最帥哥是他 不急 其他那些都很假 他想幹什麼 太過微青木獸 不是我的類型 喔!可以選擇了 心生一計 遜陰代王 選擇有困難症 多數呢我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都是選擇去相信男人 這次我們 調一調轉 我們主動獻技 通常呢 他選完 那些二選一之後呢 都會加某一個數值 看看是加你跟他的好感度 還是加你自己本身的個人數值 還有選擇呢 都會影響到劇情 柴哲威啊 讀錯了啊配音員 柴哲威啊 其實是平陽公主之主 可是改了名字 哈哈 夏神遵命 其實可能我配音還會聽很多 哈哈 那好吧 其實我們體驗了一陣主線關卡 那 大部分主線關卡 都留給你們自己 玩遊戲時候看 那我自己覺得呢 其實他也做得挺仔細的 即是他 那些對話 雖然好多 但是這些對話才堆疊到一個完整又詳細的故事 在主線的途中我們就會得到一些同伴 而且也可以抽回來 這些同伴都是幫你升你的戰力 都是要升他們的 看不看見他們右上角有些屬性 大家都要升一些不同的屬性 等不同的屬性也有些厲害的東西 然後這裡有知音 知音就是我們在主線中遇到的人 原來真的有錯名 人家真的叫柴令威 主線打錯字 我獲得徒弟 我有兩個徒弟 一個小女 一個小女 先把他的名字改為Sire 我培養他也是會升我自己的戰力 好了是時候看我最喜歡看的衣服了 當然要看看有什麼衣服可以買 有隻狗狗 這麼有趣 這個五星 有隻企鵝 我剛剛沒看到 好有趣 超有趣的企鵝 我要硬 有貓的好了 再擦身 好可愛 這是什麼狐狸 它有一個套裝屬性 應該湊齊一套就可以拿不知道什麼獎勵 通常遊戲都是這樣 瘋狂換東西 有錢就任聖 頭來講我又不是很有要求的 這個多漂亮 哇50 神經病 不覺得漂亮 我們還是去看衣服 嘩 這套會不會太帥 我喜歡藍色 耳環 我想說我現在有個面紗遮住了 看不到我耳環 我們先脫掉它 也挺不浮誇的 這個比較浮誇 嗯 這個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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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些 嗯這個多漂亮 這個多漂亮 嘻嘻嘻 啊我很喜歡那些 很長條的 還有喜歡一些簡單單單的 太複雜的那些 我就覺得一般 哇背景也有 喂這個漂亮 有流星的 特效 有什麼特效 嘩 慢慢飄下來 我買一個晚上 先愛個螢光 哇雪花也挺漂亮 飄一下飄一下 假裝是櫻花的飄一下飄一下 哇 這個特效 令到我想起 N年前我們玩Blog的 Sanger 也有這樣的GIF圖 放一些東西 啊 好懷舊啊 花細 是不是獨小 嘩 要不要這麼誇張 那不如不要這麼誇張 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小小的漂亮一點 雖然說越誇張還是不同顏色 是代表官級比較大 嘩 畫在旁邊 不過我稍後玩下去 應該要跟他的屬性去買一些東西 其實是湖面 嘩 不行啊 這些太浮誇了 一般的 我覺得我現在有的最漂亮 它的妝容 整個樣子變了 不是妝容 不是同一個人 這個有點整容感覺 但是什麼 哦 哦 這裡有三個是面型 不是面型 是樣子 可以選一個樣子 然後其他都是妝容 嘩 紫色眼影 古代也有紫色眼影 嘩 綠色眼影 綠色眼影 再加一個 Barbie Pink的 這個胭脂 OMG 那我看看其他還有什麼玩 咦 原來有一個圖鑑的 我們看看圖鑑 嗯 角色天香也挺漂亮 有貓啊 我想要啊 角色天香 哇 綠心啊 原來有六個心的 神經 神希迎福活動 什麼時候啊 什麼時候有呢 不知道 咦 上伏谷 我可以弄的 可以自己 哦 屬性就是需要在這裡使用的 咦 選完 然後給分 我沒什麼選弱東西 我只有一星 哎呀 第四層挑戰失敗 不夠多三 嗯 那這些全部都可以再重新挑戰的 那他每天有10次免費挑戰數 OK 咦 讓我派Saya去遊學 給他一架帆船 最貴的 對你多好Saya 另一個徒弟就不用那麼好 不停給你千里馬里 食物嗎 給你饅頭 很難聽啊 他的名字 我當初沒好好的幫他改名 咦 這裡有些抽東西 十年抽必獲得錦衣 還有一百個湯圓 這套裝挺漂亮 好來啊 十抽 抽了一個花繫 一個頭髮 一對耳環 事業草特效 哦 我這個背景廢的 我記得 OK啊 不錯 這個挺漂亮 這個也挺漂亮 繼續抽吧 九眼神 拍片做什麼 就是抽給你看 哇 重複了那麼多 不要緊 繼續 重複了五樣東西 初級寵物糧都有 原來可以給糧寵物吃 好可愛 哇 原來可以抽到貓的 好想要啊 宮女裡面的小貓 若少可憐 但好吃得奶奶的 好受姑娘們喜歡 原來超多東西可以抽 繼續 喂 重複了很多 重複了我只剩兩個 錦衣 傷心 然後抽了那兩個道具 我想要一隻貓 抽了兩個特效 和一對耳環 還有一個道具 然後其他都重複 傷心 我想要一隻貓 這個抽東西不一定要用元寶 他會給一些鑰匙 就是有上課的鑰匙 那鑰匙是你做事會送 做任務會送 嘩 王子也有衣服可以 可以要轉的原來 這樣的 這套是不是要去男扮女裝 出公那些 原來這遊戲有很多東西要玩 有很多我都還沒研究 夢境 怎麼玩的 我也是選套衣服 就這樣 隨便吧 三星座 哦 都是逐個逐個解上去的 都真的很多東西玩 這遊戲比我想像中很多東西玩 好啦 更多的遊戲體驗 就交給你們自己玩的時候去發掘 那我這次的試玩影片 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一個like 訂閱我 留言分享 告訴你對這樣的月女遊戲有沒有興趣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小笨蛋